我今次就在一些連鎖的店舖買了一些很便宜好底的化妝掃 讓我試試哪些可以哪些不可以 一看就知道 這套我自己覺得就算好齊 因為全部東西都是上下雙頭都有的 讓我摸一下它的毛線 就算很滑的 我覺得不錯的 但如果它雙頭有利有弊 如果它插進桶裡 插邊邊好 看看多少錢 這個是H&M的 199元 這個是最貴的 是這麼多套裝最貴 所以功能性會最強 這套我自己覺得超美 因為它的底部的顏色 給你們看一下 很美 是獨角馬的顏色 不過看得久 定焦體會暈的 它的刷毛我覺得比H&M的更滑 高質的 全部這麼多都滑 還有外型真的相當美觀 如果用來操作 用來用都是正的 這套就是82.9元 82.9元有5G 1 2 3 4 5 我覺得值得的 外型和質量都是好的 稍後要試試看 上手是否行 這個很好笑 這個大嫂 小看 但不知道鏡頭是否看到 它有兩層 像小時候的頭髮毛一樣 還有頭髮快脫的危機 剛才我玩的時候脫了幾條 我覺得用的時候會脫上臉 這個就很有趣 很容易不乾淨 總之就很有趣 我不知道怎樣形容這件事 都算滑的 但就不是頭髮濃密 還有會脫毛 價錢就是79.9元 中規中矩 以去 脫毛 不知道脫上去哪裡 總之就脫毛 79.9元的脫毛東西 你自己想想 這個就四支 還有一個袋子 實用性也算是強 因為你要聽到我的價錢 是29.9元 就有四支 連一個袋子 帶去旅行 如果奢侈一點 用完一次扔也划算 這些毛就 29.9元 不要奢望什麼 覺得不卡 不刺 就已經算很好的 這個也不粗 但不是太濃密 不是 你轉了沒有 都滑的 但又不去到超滑的 他本人很瘦 頭很細 好像馬 好像馬 即是他有個很細的頭 還有一些不算相當滑的毛 這個多滑 這個多滑 你喜歡這個 是的 這個好像較輕 而且好像沒有那麼大 沒有那麼貼 這個就一點下去就脫毛 而且我覺得好像一塊塊 這樣 因為它爪粉一塊塊 所以塗下去也有機會會一塊塊 要重複幾下這樣做 這個就是H&M 剛才真是最貴的 比起剛才那枝 這個是會平均一點 我覺得 平均一點 我覺得 感覺是平均很多 比起剛才那個 而且再滑一點 再細緻一點 這個就是最便宜的 那枝是Mini Show那枝 那它其實算是 都很可以的 因為它沒有剛才第一枝 脫毛的情況 都是要反覆地用 我就覺得 差的 不是很可以塗上去均勻的 一般的 這枝真的超級漂亮 刷頭又軟熟 那個外形又漂亮 其實跟外形無關 有死都要說而已 那它爪粉都算平均的 那我們試上手了 好滑 好滑 但是塗上去就可以接受 塗上去的功能上就 一般 我覺得 有些一般 你們看看 如果那麼多設化妝掃 我會選擇獨角獸 因為我很膚淺 我覺得很漂亮 那如果H&M那個 一百九十幾 一百九十九就太貴了 以我私人的性格 我就不會選擇那麼貴 但可能如果你求質素 我的H&M是不錯的 如果你是求外形 又覺得價錢又很合理 那你可以跟我一樣 選擇獨角獸 很漂亮 每次的